欢迎您收看本培训视频 一、正确开箱及安装打印机 首先请您按照包装箱上的指示标识将打印机放置在地板上 打开包装箱 取出包装箱中的配件 取出包装箱中的珍珠棉上盖 请用双手握住打印机上盖的内部将打印机轻轻提出 放置在一个水瓶的桌板上 取下防尘包装袋 取下尼龙扎袋 取下风扇保护棉 安装风冷系统导管 安装时听见咔咔两声 且导管可自由调节 即为安装成功 在安装另一端的风冷系统导管时 请将挤出部位移动至XY的归零处 取出配件盒中的打印丝支架 按照左右位置分别安装至打印机上 取出打印丝 注意检查打印丝是否有缠绕 安装打印丝 取出防托丝挂架并安装在打印机上 将打印丝尖端剪成些形 将过滤套套在打印丝上 将打印丝撸直 用手指按住 用手指按住黑色镜丝控制杆 将打印丝插入喷嘴中 2.通电开机 接通电源 将螺丝拧紧 将螺丝拧紧 开机 这里有SD卡和U盘两个插口 3.显示屏功能介绍 预热功能 点击喷头 可切换至预热打印床 加热度数有三档 点击增加或减少按钮后 预热开启 点击Aufa 按钮 预热关闭 移动功能 移动距离有三档 点击X加按钮 点击C下一按钮 移动距离有三档 规零功能 X规零 X规零 挤出功能 挤出距离有三档 挤出速度有三档 进量按钮 退量按钮 使用此功能时 应先将喷嘴加热至打印丝打印时所需温度 风扇功能 点击开启按钮 开启风扇 通过手动旋钮控制风速 点击关闭按钮 关闭风扇 设置功能 点击打印文件按钮 您将看到读取打印文件的路径 从U盘读取打印文件 从SD卡读取打印文件 屏幕调整按钮 WiFi按钮 连接按钮 请不要随意改动此数据 关闭电击按钮 冬季预热按钮 调屏助手功能 在调屏工作进行前 首先点击调屏预热按钮 点击位置移按钮 喷嘴将自动移动至位置移处 取出配件盒中的调屏卡 将调屏卡放置在喷嘴与打印板之间 测试调屏间距 通过拧动打印板下方螺母调整距离 调屏距离因为调屏卡在喷嘴尖端与打印板之间移动时 有轻微摩擦感 您也可以使用手动调屏方式 点击关闭电击按钮 这时您可以手持挤出头灰色部位至任意位置 使用调屏卡测试调屏距离 通过拧动打印板下方螺母调整距离 手持挤出头灰色部位至其他位置处 使用调屏卡进行调屏 请注意进行调屏工作时 请确保喷嘴尖端无打印丝残留 调屏工作一般进行两组 在打印机被移动或喷嘴拆卸后 均需要进行调屏工作 调屏结束后点击此处Z下一按钮 打印板将下降至安全高度 4.烘干打印丝方法剪一板 在打印PIG材料时 请您务必在打印前对打印丝进行烘干处理 首先将打印丝的包装盒剪成这个形状 取下打印板 将需要烘干的PIG打印丝盘放至加热床上 将剪好的包装盒扣在上面 将打印板加热至90度 加热10小时左右 5.准备打印 将喷嘴加热至410度 将打印丝插入喷嘴 进行挤出测试 在打印PIG时 打印开始前需要清理喷嘴 注意应将喷嘴移至XY归0处 用力下压清理针 挤出喷嘴内残留打印丝 此清理应进行2-3次 将储存打印文件 插入显的SD卡插入显的SD卡插入显示屏右侧插口内 点击打印按钮 找到目标打印文件 点击打印文件 点击确定 打印中 打印中 在打印过程中 您可通过风扇旋钮调节风速 点击暂停按钮 您可暂停当前打印工作 当您在打印中途需要更换打印丝时 可通过暂停功能 拿掉喷嘴挤出的打印丝 点击恢复按钮 即可继续打印 点击停止按钮 您将停止当前打印工作 点击确定 您将结束此次打印 XY将自动移至归零处 点击移动功能中的Z下一按钮 使打印板向下移至安全距离 在移除模型前 请您先将打印板拆下 取出配件盒中的工具刀 注意有套不标识的面朝上 轻轻地将模型从打印板移除 打印结束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印 прест 依然请不吝点赞 设定 您把这个数据 对手 对手 就不吝点赞 设定